众所周知,世界之大无其不有。仙人掌作为一种观赏性植物,以意打理、好重活、抗辐射等优点。深受上班族和懒虫们的喜爱。而我们国人一直以来也都认为,它是观赏性的植物。然而却有这么一个国家,却把它当吃食物。几乎每天都吃仙人掌。多少都吃不够。 还需要种植才能满足国人食用仙人掌的需求。这个国家就是墨西哥了。它也被人们称之为仙人掌的国度。由于仙人掌是长满次的。这要吃都无从下口。这就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。他们是铁嘴吗?由于墨西哥地处沙漠边缘的沙利地带。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抗旱的仙人掌的生长。 因此,仙人掌在墨西哥是随处可见的。但在以前墨西哥人也是不吃仙人掌的。还把它们视为一种祸害的植物。而当地的环境又不是和蔬菜的种植。最后,有人把仙人掌的丝给出去。 才发现仙人掌是可以食用的。而且味道比蔬菜还好吃。最后,墨西哥人也都认同了这种食物。 还把它当成一日三餐的主食。如今多少都吃不够。还需要种植才能买足需要。而在墨西哥的菜市场。 大家可能会觉得,这根本就像是一个花木市场。因为卖得最多的并不是蔬菜、肉类。而是仙人掌。这仙人掌也是家家户户每天必买的食物。 那掌满次的仙人掌。墨西哥人是怎么食用的呢?难道他们是铁嘴不怕刺吗?其实在购买的时候,摊贩都会把仙人掌的刺给去除。这样,人们购买完回家,就不用再去刺了。直接就能烹饪。 而如今的墨西哥,已经把仙人掌都研发出了上百道菜肴。不管是仙人掌沙拉、炒仙人掌、仙人掌汤等,都是非常美味的。这仙人掌除了能当蔬菜吃。它的果实也是很不错的。也能食用。只要把刺给去除掉。再削皮。就能看见里面橙黄色的果肉。而且汁水饱满。味道鲜甜。 非常好吃。而且还很解渴呢?原来,仙人掌除了刺之外可以说全身都是饱。难怪墨西哥人每天都吃。而且多少都吃不够。最重要的还是他一重火。价格低廉。是人人都喜欢买的食物。看完之后,大家是不是对仙人掌有了新的认识呢?关注小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仙人掌呢? 有什么ICES。